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彻夜未归的男人回到家 发现家中大门紧锁 他心中起疑 按照往常 娇妻肯定已经醒了 他在搞什么 带着满满的疑问 他从隔壁邻居家借了梯子 翻进了自家院子 刚刚进屋 他便看见茶几上 有一个陌生的烟河 一瞬间 他知道事情大了 家中保不及时进钻井小分队了 他遇进卧室一探究竟 这时他才发现 房门从里面被人反锁了 他面露怒涩 开始隔门叫喊 建屋内始终无人回应 他拿过放在窗台上的斧头 隔门发出最后的警告 把门打开 要不然我就批死你们 言罢 他便破门而入 您猜怎么着 不用他批 妻子和女儿已经被人批死了 几分钟后 玉皇大帝赶赴案发现场 刑警大队御队长 带队赶赴案发现场 通过现场勘察 警方第一时间排除了 入室抢劫的可能 原因也很简单 小到抽屉里的金银细软 大到院内 一万块钱的摩托车 都没有被人偷走 那么现在只剩下仇杀 奸杀或者情杀了 正在此时 本村的村委会主任 也是报案人孙毅 来到现场 其主动表示 愿意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警方是正有此意 随后 他便将警方带到了隔壁自己家中 通过孙毅 警方得知了被害人姓名 以及他们的为人处事 男人叫老程 一句话便可概括的 窝囊废 七管炎 看见蚂蚁都要绕头走 而他的妻子小灵 那可就厉害了 一句话可概括不了他 借用孙毅的原话 朝三暮四 水性洋花 私生活混乱 是个典型的玉门关爱好者 听到这里 玉局长眼睛一亮 他追问孙毅 是否知道 最近进入小灵 玉门关的人是谁 孙毅笑了 他说不是不知道 而是太多了 他不知从何说起 这 这就没准了 当天下午 警局内通过尸检报告 警方排除了小灵死前 有进入玉门关的行为 因此排除了奸杀的可能 通过走访附近群众 警方得知 小灵生前虽然作风有问题 但是很少与人结怨 老成就更别提了 因此也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那么当下只剩下最后一个情杀的可能了 围绕情杀 警方展开了讨论 最后 他们一致认为 老成的嫌疑最大 肯定是因为老成撞破了小灵的小秘密 怒火攻心 从而痛下黑手 审讯室内 面对警方的审讯 老成悲痛欲绝的说道 我知道小灵的作风有问题 是一直都知道 我离不开的 所以我一直睁只眼 闭只眼 案发当晚 在酒精的加持下 我鼓起勇气 让他和别人划清界限 但是他不以为然 为此 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后来我出了门 去店里 陪小伙计 值了一晚上的班 在路上 我还遇到了同村喝得烂醉的吴旭文 之后 警方找到了吴旭文 证实了老成此言非虚 为了万无一失 警方又来到了老成的店里 询问小伙计案发当晚的经过 小伙计 先是为老成做了证 随后他提出了 他认为可疑的人 本街 开武金店的贾人 警方问起何出此言 小伙计说他是亲眼所见 前两天 小林让他陪着去贾人的店里 讨要八千块钱 他原以为叫他去是撑场子的 不料是去当店灯泡的 刚到店里 贾人便将小林领进了礼物 隐隐约约间 他听见 贾人让小林晚上十二点钟再来 欢你一万 两千利息 他本以为是说笑 直到第二天他去店里 果真看到了贾人还来的一万块钱 根据这一线索 警方来到了贾人的武金店 还没有开口问话 贾人便主动提到了案发当晚 他和别人通宵打麻将一事 后经查 贾人死言非絮 案情发展至此 好像所有的作案动机都被排除了 当晚 结合现场的勘察报告 警方展开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 首先从足迹推断 可以肯定 进入案发现场的案犯 应该为三人 但 有一个新发现值得推敲 被害人家住房是两层小屋 在二楼阳台的东边 有两个沾血的煤气罐 精化验 煤气罐上的血迹是来自两个被害人的 令人不解的是 煤气罐 有人为 试图引爆的痕迹 但是从爆炸冲击波来看 煤气罐摆放的位置很奇怪 倘若凶手想毁尸灭迹 混淆使听 那么他应该把煤气罐放在一楼 靠近被害人房间的位置 就算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摆在二楼 也应该摆在中间的位置 他为什么要摆在东边呢 在座的干警 齐齐陷入了深思 关键时刻 玉皇大帝要去请入来佛祖了 关键时刻 玉局长想通了 一瞬间 千丝万缕在他的脑中画上了灯号 煤气罐之所以要摆在二楼东边 不是奔着小灵来的 而是奔着村主任孙姨来的 他的卧室 离煤气罐只有一强之隔 案发当晚 凶手准备悄悄地炸死孙姨 但不料被小灵察觉了 凶手害怕败露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小灵母子杀害后 他们用低血的手 试图再次点燃煤气罐 但是没能如愿 从而仓皇逃离现场 不错 丝毫不错 其余警员文讯 想立刻找到孙姨了解情况 但是御局长打断了他们 从他和孙姨上次短暂的接触来看 他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用八面玲珑来形容 也不围过 御局长提出 最好能先策方面打听一下 对症下药 之后 警方找到了之前接触过的吴旭文 好吗 一听要打听孙姨 吴旭文是炮火全开 要说孙姨 那可不是个简单的人 比被害的王小林要强一百倍 都快四十的人了 遭风惹蝶 经常因为一些经济和人扯不清 原家不少 反正不是个好东西 根据吴旭文提到的情况 警方二顾孙姨家 警方原以为掌握了这些线索 在对付这个小女人 就是手拿把掐 但事实是碰了一鼻子灰 这个孙姨是软硬不吃 警方无功而返 当天下午 就在警方为了如何撬开孙姨的嘴 而陷入苦恼时 转机来了 其匆匆忙忙 神色慌张的来到警局报案 起因是 他收到了一封敲诈信 信中明确的提到了 要五百块钱好处费 要不然就绑架他的儿子贝贝 玉局长知道 机会来了 他一方面安排警力 前往贝贝的学校一探究竟 另一方面让孙姨回忆一下 有哪些仇家 很多时候 人的遇事则迷 是因为那是他的弱点 贝贝就是孙姨的弱点 其不假思索的提到了一个人 王平相 玉局长追问原有 孙姨点起了烟 说起了从前 前年秋天 他和王平相 朴隆吉等人在一个蒙古包里吃饭 中途 王平相提到自己要开一个煤厂 现在可以入股 前景一片大好 孙姨文讯 眼睛一亮 加上自己的存款 以及从村民手中筹来的存款 他入了两百万 刚刚开始一切还好 但是慢慢的 他发现承诺的收益 没有拿到就算了 自己投入的两百万 也不见踪影了 去年夏天 他有意接近王平相的心腹朴隆吉 并成功制造了两人独处的机会 一番策马扬鞭后 朴隆吉主动地向他打起了小报告 首先是开煤厂所需的钱 王平相是一分煤纳 他找了两个和孙姨类似的冤大头 他在借机上的再就是没厂不是不赚钱 而是很赚钱 只是王平相不想带孙姨分钱罢了 他不但不想带孙姨分钱 还想将孙姨的两百万占为己有 为此他还让无良开车有意的撞死孙姨 但也为一些机缘巧合 孙姨躲开了 一瞬间 孙姨想起了当时扶大命大躲过的车祸 想起了案发前几天 在自己家门口总是聚集一些不认识的人 现在回忆起来 其中一个人他还有点眼熟 好像就是王平相的马仔无良 正在此时 电话响起 前去学校打探的警员发现 贝贝正好好的待在学校里 原来是他想问孙姨要五百块钱 捐给突遭横祸的小灵一家 孙姨不愿 故他才出此下策 见过坑爹的 坑妈今天算是第一次见 结合孙姨提到的 警方展开了第三次案情分析会 严谨一概 找到吴良 找到朴隆吉 几天后 沈阳 朴隆吉落网 警局内面对警方的询问 朴隆吉倒也坦诚 他说这一切都是受王平向指示 案发当晚 他伙同吴良三人 本来想将孙姨母子活活炸死 伪装成意外 但是中途 小灵察觉了 他们担心东窗事发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在铁证面前 王平向无话可说 买总 王平向无话可说 王平向无话可说 王平向无话可说